替霍师满能报仇 我要让所有跟孤臣一还有亲历的人都付出代价 林不宜 林不宜得知孤城被灭真相 心寒皇上为了不念月事脸面 轻飘飘地一句镇守皇陵 就打发了霍家全族上百上千人的姓名 此时的林不宜明白 复仇始终是一个人的事 眼看着婚期将至 林家和郡主联姻攀上皇族血脉 为了能尽快报仇不脱 泪成绍伤 林不宜利用和太子私交慎免 拿走虎服私自调兵 而后又假传圣旨闯进林一五十大寿的宴席 直接将林氏全族 不管老少全部屠杀殆尽 大仇得报的林不宜十分痛快 当即决定自枪结束一生 承绍商早就察觉了林不宜的不对劲 于是在得到这个恶号后 火速骑马将无路可逃的林不宜救了下来 林不宜屠杀朝堂大臣首刃亲父 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 承绍商和三皇子 深知林不宜有隐情 四处奔波调查真相 最终查清了 林不宜杀林是满门的真相 帮他洗脱大逆不道的冤屈 原来林不宜的真实身份是霍无商 当初灵异通敌 导致霍家全族被困估成 霍无商和堂帝林不宜互换衣服 在姑姑霍君华的掩护下才活了下来 而堂帝林不宜 则被亲生父亲灵异亲手赐死 霍不宜名义上的父亲 其实就是霍氏全族的仇人 承绍商冒死收集证据终于查明白了所有真相 皇上新腾灵过一多年来忍辱负重 寄居在杀父仇人身边 但为了给全天下一个交代 依旧强制逼他退婚流放边疆 我不是 我不是